恐怖 究竟刚才的声音是我自己的心度,是否可能是 回家再听一支音乐 好了,在这个时间,我先找一位女朋友 她应该在电话旁边,不如我直接用WhatsApp和她讨论 快点 好 喂 婆仔 好了 直播室有阿錦在那裡 你好 你好 婆仔這個朋友一直都有跟我聯絡 他們都算半高靈 你今天這件事怎麼收到回來的 其實就是我Facebook的朋友 他就在你舊工作的地方工作 新城廣播電台 是嗎 李嘉誠我家 你這樣說 真的給你錢一鑊 其實是昨天的 因為他們 我昨天一直都玩不到的 剛剛才跟我收了錢 什麼事 情況就是他 因為其實他在那裡做文職 他做銷售嗎 你不要說這些 我看你說得這麼白 我就是這樣說 你保護證人 OK 然後他就 因為昨天就 唱歌的那位麥儀文小姐 他就上去做訪問錄音 那些事 其實不跟他有事 他只是經過 有些同事都是做文職的 可能他們比較年輕 那些有些人 傑文小姐 有些故事 那些人 不信邪 就播了 整個 在裡面播 在寫字流播 就是他自己播 不是DJ播 是自己播 是自己的內部文職 然後 那歌聲 是重疊的 他有沒有怎樣重疊? 對,哪種重疊? 我有問他,我有問我朋友的 他說他也是剛剛經過了 他也不太能聽到 有些比較年輕一點的 同事就馬上叫妹妹 不要播了,快點停了 大家安慰自己 應該是一些技術上的問題 他是播CD嗎? 我猜是播CD 如果你寫著樓,也不會有黑膠機放在那裡 其實他也有一個碟子 我朋友自己也有一個碟子 但他也說他也不會播 剛好看到Kidman在那裡 你的同事就不會死 這首歌是傳聞的 他在那裡是女職播 這麼壞 搞事 有時候妹妹仔不太知道 他們比較年輕 未必每個人都很清楚 跟歌背後的故事 或者其他其語 所以你的朋友就馬上在Facebook 寫出來 對,然後我們就在那裡 大家在那裡回答 那即是沒得 考證 沒得考證不到 因為他不是說 一個在做節目 你不能播放聽的 你完全聽到就聽到 聽不到就離開了 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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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播過很多次 我是不敢播的 你不敢播嗎 你有些歌是 入電影的時候 很多前輩跟你說 按過 你有很多按過 你無謂挑戰 我記得有一首歌 倒轉播就 說自殺 是的 難道我說 不如試試 如果真的死了 我沒有理由這樣搏 其實我也不敢聽 日光日白也不敢聽 不是吧 我怕這首歌 因為我透露自己的年紀 其實我小時候也聽過這首歌 所以我就不敢聽這首歌 其實是害怕的 哦 現在播一下吧 沒有了 在你家裡拿一部CD 你播一播 一定不回音 你回音就再打上來 沒錯 你現在找到CD 是每天都害怕的 你不會有的 是的 你找到CD都害怕 很恐怖 他有黑膠碟 嘩 黑膠碟 我不會碰 所以他也不敢聽 我期待 嗯 好 但是這樣 因為我看到你Facebook 剛才說這件事的時候 就有人 就答嘴 就說在一個節目叫敏感度那裡 錄到怪聲 是啊 我聽了 你聽了嗎 是啊 我也聽了 帶耳筒聽是比較清楚的 是啊 因為它是很小聲 不是 我現在很害怕 你說完帶耳筒 我們都很清晰 要不要一起聽 你聽聽一下 他正不正 哈哈哈哈 他正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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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經不想聽 夜夜之前 你還要搞我 其實那個報告出來的朋友 他說 其實在第二節 28分50秒左右 都有 即有兩次 但我聽了很多次 我都聽不到有 我聽到18分18秒去有 是啊 那個是有的 其實我很擔心 28分50秒都有 但我聽不到 因為Edmond剛才跟同事說 他的同事說 什麼都聽不到 是啊 子余聽不到 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 是啊 是女聲來的 女仔聲是 是很小聲的 好了 我們現在一起聽 好嗎 我們一起聽 好嗎 老婆仔先 好 現在我們一起聽 這是一個財經節目 是 現貨金這樣走下去 我當然會放低一點 是啊 我是貪心 你那次說 現貨金可以降到 1572 70幾80 很明顯 很明顯 好明顯 再聽多次 來 等一下 來 很想參與 來 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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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 他現場的環境是密封的 他如果要做這些錄影節目 是密封的 他又要隔音 之類 應該不會是外來 進去 把聲音 因為硬形容 如果是外出的 就是風聲 不是 如果不是很大聲的風聲 但不像 因為他不是外出 是外出 不如大家看看畫面 還有畫面 有 他是一個畫面 是youtube的 來 看一看 現貨金這樣走下去 我當然會放低一點 是啊 我是貪心 你那次說 現貨金可以降到 1572 70幾80 當然有 一定不是兩個主持 對 最大的問題 那個聲音 如果我們做了那麼多 練Radio 如果是風聲 是會比較長 他不會突然 呼呼 如果是風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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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節目流暢 沒有理由只說一次 嗯 你認識這個節目的人 你認識嗎 你認識嗎 認識的 是這麼巧 這麼巧 大家說出來 他們就說 他們收音收到 這樣 永遠都是這樣的 當局者 你不會知道 你是真的 剛巧 按到那一刻 所以我說 有時候錄下了 尤其是Digital 不能離開 他就不能離開 是 OK 現在 真的很清楚 對 你沒有突然間 有一個女聲 這樣 太清楚了 是啊 我也以為自己聽錯 回頭再聽兩次 真的 很明顯 那兩個主持是沒有聽到的 因為他們沒有反應 對 他們沒有反應 直去 對他們的說話 是直去的 而且正常 他們是在咪 裡面的 譬如是風聲 他們的頭髮會動 完全沒有這些異樣 所以我相信 八卦一下 不知道這個 網台在哪裡 地點 咦 我真的要問 是啊 我真的要問 八卦也好 不好意思 明明能聞到 不知道是否租了我們以前 警法808 哈哈 這樣就正 哈哈 哈哈 這樣就正 這樣就真是 八卦 八卦三卦 是啊 這樣就好事了 我們再回去 OK 喂 你不是有少少貨仔加了阿婆仔 是啊 我終於又遇到一個 怎麼說呢 就是一個新的 事件 通常我 有時會聽到 有時會看到 但是這次很有趣的 我經常聽到 你的朋友打電話上來 說東西不見了 然後就出現 原來是真的可以這樣的 咦 鬼想看 你那天聽 那天之後 我一向是用長銀包 那天 我就轉了一個銀包 用一個短銀包 那些銀包 沒有袋 就拿了一個銀包 就是一個短銀包 然後就放了一個銀包 那我就放了一個手袋 那我的袋是長 長長的地方型 就好像運動型那些 那些 那些袋 我從來都不拉拉鍊 因為那個拉鍊是壞的 那些東西都放進去 那些東西都放進去 那之後早上班 那我就打算 撿一下我的袋 看看東西有沒有遺留 那些東西就很整齊 一行一行 打橫地排好 那我找來找去 都找不到一個銀包 那我拿了一些東西出來 然後又放到一個袋子裡找 因為我的銀包是淺色的 淺啤色的 那我的袋子是黑色的 那我拿了一些東西 那你淺啤色 如果在一個袋子裡 你一定會看到有的 那我找來找不到 算了 趕時間上班 那算了 用八達通 好 那出門就好上班 那回到公司 放下一個袋子 如常做店舖的東西 然後我把袋子 一下子就塞進去鎖 關門鎖 然後就遇上工作 到房間吃飯 吃飯 那我要拿錢包 打開鎖 我一看 那個銀包就在我的袋子上面 上面嗎 是啊 即是放上去給你 是啊 它不是在袋子裡面 因為如果散紙包 你有銀幣的話 其實是重的 是啊 那應該會掉進去 那我的東西就排了 譬如我有個化妝袋 有個檔案 這樣一排 一件一件順著排在裡面 但是那個散紙包 我沒有拉鍊 我一直都不拉鍊 我的散紙包就是 橫放在那些東西的上面 在裡面 打開鎖鎖 已經粗口都來了 真的 這樣就真的沒什麼可能 如果你在裡面 你可能大眼睛 看那個浪 是啊 沒錯 左攝 還有我由出門 回到公司 那裡整個小時車程 我三四八是重 西極 你也有個重量 你只能掉到袋子的底 沒有理由會在那些物件上面 放在那裡 因為我要抹開袋子 拿錢包 其實它拿了你 讓你看不到 然後它幫你放在上面 是啊 很有心 你知道最吊詭的就是 我的袋子 我的鎖鎖了 我的鎖鎖了 我再打開鎖鎖鎖 它真的很厲害 它可以穿 我不知道它有什麼方法 因為我放進去的時候 都是看不到 因為我打開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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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同事 好 謝謝 拜拜 好 跟婆仔在聊的同時間 我們又收到一些高齡人士的訊息 是嗎 是啊 因為我們有一個叫媽媽的朋友 它一直在聽著的時候 它就會幫我去考證 剛才所說的堅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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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聲音有時候錄到 因為我們做這一行 你很難有這麼奇怪的雜聲 譬如你麥克風 兩支就兩支 我不會推第三條曲 我看到網上有些人說 可能是手機聲 手機就不知這麼小聲 你震到 你覺得是呼聲 所以我覺得 很像的 很像的 結果看下去 原來是真的 是啊 我們這位高齡人士 剛剛夾判斷 聽下去這個 因為它應該是有畫面的 它不是就這樣覺得 像鬼 我就告訴你是鬼 不是的 我們經歷過很多晚上 去證明了很多事情 真是女鬼聲 他有個感嘆 不是的 我剛剛突然說 整個行業當中 有一件事我突然想起 這件事我自己也證明不了 是真還是假 因為當年 這件事是關於哥哥的 對於我來說 我其實很震撼 那時候 我記得當年 我又是 哥哥是大約六點多 我很期待 因為我自己當時做節目 是五至七 我自己做Radio的時候 你一定是收到電話 尤其是以前 我剛剛有手機電話的時候 那段時間有電話的時候 我記得我在入節目之前 我在入節目之前 即是五點之前 我就會最後查一次手機 很正常 你也要看手機有什麼訊息 我是收到一個訊息 就說哥哥已死 但那時候是全宇宙都未公佈 五點真的還未 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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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哪裏的訊息 那號碼是我不認識的 是嗎 我很肯定 因為那一次 我記得我收完的時候 因為那一天是陽節 我記得我收到的時候 我是沒有反應的 因為我覺得 你覺得沒有什麼可能 因為大家那天都會發帖 一部聊天 我不知道是巧合 但最巧合的事情就是 我完全沒有這個人的電話 而他傳送給我 我還看完之後 有人這樣說 但這個電話是一個 正常的9字頭號碼 正常電話 正常電話 我記得我收完之後 到我直播的時候 上面 你知道radio其實有個電話 是高層電話 什麼事 你做錯事的時候 會打電話下來 是的 我記得那時候 我們做到節目的一半 就是六點鐘新聞 左右 準備公佈的時候 然後我們的電話就響 然後馬上要說這宗新聞 因為這宗新聞太大件事 然後我個人很寒 因為 我說我之前收到的訊息 但最恐怖的是什麼 當我再去看這訊息的時候 沒有了 沒有了 真的 我還覺得可能是 整個 應該說是有傳 有人會組織的 只不過 退到某些時間才說 即是公佈時間 但問題是 我一開始也是這樣想 但我立刻查訊息 我不會避免的 尤其是做節目之前 這樣就比較奇怪 我有想過 究竟我還未記錯 但我不會記錯一個 預知的事情 即是那天我收到這些訊息 可能我真的會 你也不會放棄心 但正正是當日 那時候我是覺得 我沒有跟任何人分享 因為我說出來 沒有什麼人相信 但那天我收到的時候 到我聽Radio的時候 那一刻我都在想 究竟是真還是假 接著到真是新聞報 因為我們一直保持新聞 整台馬上要做新聞 我才知道 反過來說 其實我這麼久 在Radio是遇過一次 那時候 因為我們要拍攝一個專程 有打招呼 有打招呼 他很提攜後背 他很有禮物 對每個人都很 就算我們這些 小雞蛋糕也好 他也很好 所以那時候我是很害怕 因為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會收到這個訊息 如果你記得那個號碼 因為那時候 我立刻想查 究竟誰去發這個訊息 我那時候有想過 會不會是 有些人想 可能漏了消息出來 等到我知道 而我是因為準備做節目 所以我不會有這麼多限情 以前按一個刪除 其實我會麻煩 你要刪除這個訊息 還有其實說真的 有很多訊息 你現在都不會刪除 很少人有這個習慣 我再想到如果真的 可能哥哥知道你 on live 其實我有想過 你是第一個可以說這件事的人 但這件事很不真實 那當然你不會說 對吧 你都沒有fact check 對 雖然以前我們做radio的時候 都會一看到什麼 就會說什麼 天氣又怎樣 今天遇到什麼 但這件事你不可以亂說 你說完之後 如果沒有發生 真的死定了 但那一天 我整晚都很不 那時還在住 就是住那間鬼屋 哦 是的 那時我突然 你剛才說了一些 關於電視台的時候 我就是遇到這件事 那時我的印象很深刻 但我完全不知道 如何證明這件事 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很有趣 如果你真的記得我那些號碼 我當時問別人 哥哥是否用那些號碼 是的 我這樣做 真的很恐怖 所以我到現在 我都把這件事 只是想 可能我記錯 我只能這樣跟自己說 第一 我沒有了訊息 有訊息 我就紅了 我放這件事 可能賺很多錢 但是這件事 也令我覺得 其實有很多時候 我們 有些預早知的事情 可能他會透過一些 不同的方法 去告訴你 又或者這樣說 你真的不見了訊息 才會令這件事 很可信 因為我只是給你 趕秒看 有些事情 是不會再回頭的 你知道嗎 我一開始以為 高層聲給我 因為我那時候 是負責一些更新的資訊 我以為有一個 高層聲給我 但是我記得 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我記得是三點多 其實那個還沒有 是 我們所知的時間是 傍晚 起碼是四點之後 但是三點太早 三點太早 而且沒有人 我不知道 我不記得 我有沒有收過類似 可能那天真的是 因為餘人節的關係 大家可能亂發 但我剛巧收到這個 我有印象 因為餘人節有時候 收到很多無聊的訊息 這個我剛剛記得 但我現在收到一個 不是無聊的訊息 我不知道你想不想知道 你可不可以 每一刻你都 給你高潮 給你高潮 我還要回家 你可以決定想不想知道 要知道 你真的想知道嗎 一定要知道 我想知道 是不是想說話 我看到你進來想說話 你又有話想說話 不要 我不想在電話裡說 其實你收到訊息 我很害怕 這樣嗎 不如你自己看吧 幹嘛自己看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推我 什麼事 你自己看 等等 最後一個訊息 Fuck 神經病 神經病 等等 我懷疑他 不是真的嗎 我不知道 你想要給觀眾看 我給觀眾看 唉 但這件事太恐怖了吧 因為是貓貓 我走了 對不起 Sorry Sorry 我都說的 你不說好地地 說的經常都是這樣 雖然我很久沒做過靈異節目 也不用這樣對我 我經常都說善良 可能這個辦公室也有點善良 不知道 其實不關我的事 他跟著你 他是由始至終跟著我 等一下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究竟你是搞Gap 不是的 他一定不是的 就是我中年叔叔 其實我是中年叔叔 我就跟著他 我唯有這樣安慰自己 其實我跟著你 我自己覺得 我經常都是真心的 我當時看過一本書 我是購買這一套 因為當時我看了一本書 就是他們說 怎樣去分析這件事 用一個科學角度 他就說原來我們人類 叫做生存在三圍空間 即是我們一個立體的空間 我們看的一個立體 其實在我們所謂的鬼神 他們就是在我們高一個level 即是四圍 例如在昆蟲界別 或者一些很細微的生物 他們是二圍空間的 所以我們所謂見到的 只不過我們剛好有四圍空間的人 可能跟我們三圍空間的人 卡上 其實我們對螞蟻來說 我們都是怪物 如果我這樣去想 其實我又會覺得 所以我經常說 我為何會盡信他 從科學角度 或者從神鬼之說 而且他後來為何證明了這件事 他有一次做了一個實驗 即在科學角度做了一個實驗 他就說找了一些 本身很懂得去做這個 通靈 類似那些人 即是他本身可以打坐 即可以提升自己 有個師傅說他已經去到四圍空間 即是他看到的東西 然後他就隔了一間房間 那間房間旁邊的人 就是來自不同國家 全部都不認識 而且他們每一個人說的語言是不通的 所以不可以打龍通 不可以交通 而本身 那個師傅說的話 他們也不聽不明白 然後他們隔了一間房間 即是有牆 師傅整晚 就去用他的念力 去告訴對方 想得到訊息 是什麼訊息 第二天 所有人在那間房間的人 睡了一晚之後 第二天做同一個夢 全部都是師傅說的 師傅發放給他們 不出奇 因為如果你這樣想 師傅其實提升了自己的能量 去做到這件事 所以我自己經常都說 當然我們某程度上 經常都說一句說話 我們要站心 要靜 這樣才好 所以如果我從科學角度看 即是就算 剛才那個東西是真的 他說他是認真說的 對 我也會覺得 不奇怪的 因為我們在說一些 可能跟他們有關的東西 還有我們真的跟他們有關的東西 我也不可以證明是好事還是不好事 如果我跟著 一開始節目 可能我開始旺 你想想 我來到又有新節目做到 其實他是幫我 其實我們遲些聘請師傅 他也說我有貴人 是不是 那你不用怕 他就是你有貴人 還有我自己覺得 有很多東西很難害怕 即是你害不了那麼多 對 譬如我現在很害怕 我心裡很寒 可能我的能量又會越來越低 今晚還怕 回去真的撞 謝謝你 不斷說 我要找另一個師傅幫幫我 可能是好的 剛才我們一邊說的時候 他們不斷說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了一陣子 我也有看到網上說 我們斷斷續續 就在那一刻說阿叔的時候 是嗎 是呀 他們外面都點頭 沒事 沒事 不要研究了 總之大家都 開心心 明天就這樣說 Happy Friday 今晚還是做國旗 大家 西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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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 還要說一個地址 我們保你平安回去 我會一陣子打電話給師傅 師傅幫幫忙 好了今晚謝謝 別客氣 阿國輝 謝謝 阿錦 遲些留意著一個全新節目 就有阿錦教我們 必須來一個講風水源河 究竟哪位師傅 都希望大家密切留意 好嗎 好了 這個週間希望大家過得愉快 還有平平安安 百毒不侵 亦都希望香港不要再確診一下 是 保持靈 保持靈 好 星期一晚再見 拜拜